在中国近代史上,黄埔军校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之一的军事学校,它成立于1924年,是孙中山先生为了培养中国革命所需人才,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成立的。 黄埔军校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以至于有人戏称,自1927年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都是老同学之间的较量。 黄埔军校如此出名,哪怕直到现在,也有许多网友用黄埔军校来表示人才辈出的机构或组织。 但是少有人知的是,黄埔的谱字其实本不是谱字音,但是由于其校长蒋介石的错误,导致他以后的所有人都把这个字读作谱。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对于黄埔军校名字由来感兴趣的老铁们,可以在弹幕打上,想知道,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无论过去多久的时间,凡是黄埔前五期的学生,总是无法忘记他们曾在学校受训的日子。 那是一个革命热情似火,救国支支激扬的地方。 虽然学校里的学生阶级不同,信仰不同,来自于不同地方。 但是为了同一个救国目标,这批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汇聚于此,其星光之璀璨,连日月也不能遮其灰。 黄埔的学生总是对几样东西记忆犹新。 除了学生们每日清晨的正部操练之外,就要数雪花巨社的演出和校长蒋介石的演讲。 雪花巨社的演出虽然深入人心,但它毕竟凝聚的是集体的力量,难以微观到个人。 可蒋介石的演讲却是他一个人的舞台。 这也导致,无论是国民党将领还是共产党人都对他的演讲印象深刻。 蒋介石是浙江西口人,其方言的口音较重,演讲时总不免夹杂着个人口音上的习惯。 虽然蒋介石已经为了演讲做足了功课,可是还是会有意外的情况出现。 这其中,一个普字的读音竟会直接改变黄埔军校的教法, 直到今日,在新华字典中有关部的读音收录的还是蒋介石的发声版本。 南方语系中,关于发言的区分总是会有些混淆的地方。 比如和佛不分,那了不分,波波不分。 实际上,黄埔军校的不字本该是独作补。 当时,在学校中,大多人也依旧独作黄埔。 比如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我党的总理周恩来同志, 他就自始至终将黄埔独作为黄埔。 黄埔学校办到武器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因蒋介石、 汪精卫等人的背叛而宣告失败。 军校里,那些有着共产党员身份和亲近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都纷纷遭到了清醒。 自黄埔六七开始,黄埔军校的性质开始发生改变, 这座本该是培养中国革命形势所需的军事人才的摇篮, 已经成为了蒋介石的私人学校。 当曾经的众志成城被背叛所清洗掉后, 黄埔学校这个象征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蒋介石的烙印。 从此,所来之人不再是革命者,而是蒋家的私兵黄埔这个毒因也变成了黄埔。 说完黄埔的毒因演变,我们再来回过头看一下, 为什么这所目的是为了培养革命者的学校要叫黄埔军校? 为什么学校校长的人选是由蒋介石来担任? 黄埔军校原址位于广州市珠江河畔,广州市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北洋政府时期,广东军阀也始终是支持孙中山最坚定的一股政治力量。 埔字,在说文解字中,意味河边的沙州。 像上海、福建,乃至香港、台湾等地,皆有用普字命名的地名。 黄埔军校,原名实际上是叫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只因校址选在珠江边上的黄埔,因此又叫黄埔军校。 仅从命名上看,其实并无多深的政治含义,这也符合当时的环境。 毕竟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初,中国实际上还是由北洋政府统治, 革命的力量虽然在积蓄,但终归还比较弱小,因此取个寻常的名字是在正常不过的。 黄埔二字的真正精神,是黄埔的师生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而非简单名称的概括。 这种精神,超越了地名的限制,也让其具有了时至今日仍为仁论道的生命力。 即使蒋介石在背叛大革命以后,将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 试图抹除曾经代表革命的黄埔精神,也未能得逞。 那么,蒋介石又是如何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的呢? 谈起蒋介石的上位之路,我们不得不先提一个人,他叫鲍罗廷·拉托维亚人。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鲍罗廷的作用可谓是举足轻重,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既是当时中共最高的领导人,也对国民党的决策影响巨大。 来到中国之前,鲍罗廷已经在墨西哥、美国、英国、德国等地有着十分丰富的革命经验。 并且在美国芝加哥工作期间,鲍罗廷就已经与孙中山有过交集,对于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鲍罗廷一直很关注其局势的发展。 在与孙中山的交谈中,鲍罗廷鼓励他继续革命,将代表帝国主义在华丽的北洋政府给推翻。 1923年,鲍罗廷被委派到中国,担任国民政府的高级顾问,同时也是共产国际驻扎在中国的联络代表。 因为有着跟随列宁革命的经验,在来到中国之后,鲍罗廷一眼就看出了国民党的问题所在。 一次闲谈中,鲍罗廷对孙中山说,尊敬的达瓦里时, 我想请问,你知道国民党的组织架构吗?你知道国民党现在一共有多少党员吗? 彼时鲍罗廷的提问,孙中山竟然罕见地答不上来。 对于当时的国民党而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确鼓舞人心,但是由于被北洋政府通缉,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国外,又怎么能管控国民党的发展呢? 这个时期的国民党,有一点草创时期野蛮生长的意思, 要是问党员有多少,恐怕不止孙中山,国民党内估计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得上来。 在鲍罗廷看来,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流血和牺牲必不可少。 而为了达到胜利所需要的条件,则和严谨的组织架构分不开, 如果一个党派连自己有多少党员都搞不清楚, 这样松散的组织又怎么能够推翻北洋政府呢? 鲍罗廷说,如果要说一种革命目标,国民党是合格的, 也的确在这个目标的号召下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以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来划分的话, 国民党甚至都不能算作存在, 它只是一个虚无的表面的名称。 这一次谈话之后,孙中山大受刺激, 一直以来,他领导并推动了很多次革命, 但是无论是起义还是护国护法运动, 其最终的结局都未能如愿。 就其原因,还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集团 并不是一个层级分明, 有着统一行动纲领的革命组织, 依靠个人魅力凝聚起来的革命团体, 和中国古代那些孝聚山林的好汉,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为了改变局面,孙中山以俄为师, 开始借鉴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中的经验来改组国民党。 在这个改组过程中, 身为国民政府高级顾问的鲍罗廷, 一下子便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 可贵的是,拥有权力之后, 鲍罗廷并没有将其用于满足自己的私心, 身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鲍罗廷真的是将人类的解放视为自己最高的任务。 他担惊节律,尽心尽力, 帮助孙中山完善国民党的架构。 为了凝聚力量,在鲍罗廷的推动下, 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这其中就包括新中国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 有趣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时, 毛周朱三人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甚至都比蒋介石要高, 尤其是毛主席, 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他, 受到了不少国民党元老的青睐, 甚至有意要将他培养为接班人。 完善党组织架构后, 鲍罗廷还提出, 要赢得革命的胜利, 除了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党派之外, 还要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有笔无枪, 笔杆子只会遭到屠杀, 有枪无笔, 枪杆子就没有理论的指导方向, 唯有枪笔结合, 才是出路。 不得不说, 鲍罗廷的革命斗争思想,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 只是, 对于此时仍旧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 还要再走上不少弯路, 历经不少挫折, 才能走向成熟。 国民党改组期间, 军阀陈炯明叛变, 派兵试图夺回广州。 就在国民党节节败退之际, 鲍罗廷主动站出来, 以国民政府的名义, 颁布了号召广州的工人, 农民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法案, 凝聚力量击败了陈炯明的这一次进攻。 这次事件之后,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依赖进一步加深, 他听取了鲍罗廷的意见, 立即准备组建一所军事学校, 网络全国革命人才, 为未来的大革命积蓄力量。 至此, 黄埔军校的建造方案被孙中山摆上日程, 而蒋介石也即将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登场。 虽然蒋介石是自孙中山之后, 国民党的第二代领军人物, 但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崛起之路, 其实并不是一条坦途, 40岁那年, 也就是1927年, 蒋介石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在这之前, 无论是汪精卫、 李己申, 甚至是毛主席、 叶剑英, 都比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地位高。 很多人认为,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崛起的开端。 自此, 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势力, 多为黄埔毕业的将才, 将蒋介石视为伯乐和领袖, 在其后的争夺中, 为他安前马后, 干脑涂地。 但是, 真要从历史中找出蒋介石崛起的蛛丝马迹, 细细分析之下, 出任黄埔校长, 其实并不是蒋介石崛起的第一步, 而且恰恰相反, 蒋介石能够成为黄埔的校长, 正是他崛起之后收获的政治果实。 而真正的转折点, 其实出现在1923年。 1923年8月, 在鲍罗廷的极力邀请下, 孙中山派遣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到苏联去进行访问。 这次访问, 也是蒋介石第一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露面。 那么, 孙中山派遣蒋介石去访问苏联, 是因为对他器重, 还是有意要培养他呢? 其实非也, 孙中山派遣蒋介石去苏联访问, 不仅不是因为他器重蒋介石, 反而更是因为蒋介石在当时的国民党内毫无影响力, 因此才会派他前去。 1923年, 陈炯明叛变影响的余波还在。 此时, 为了稳妥起见, 孙中山根本不敢让许重志, 叶剑英等心腹大将离开广州。 同时, 国民党的改组还在继续, 其余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是事务繁重, 根本无力抽身。 但是, 为了争取苏联的帮助, 这次的访问又不能推脱。 因此, 孙中山才让蒋介石这个不是很重要, 但又在之前军舰上护卫过他的人, 代表国民政府去苏联访问。 可以说, 蒋介石的访苏本质上就是捡了一个漏。 孙中山无暇顾及这次访苏, 但是苏联方面可不这样想。 此时的苏联正处在国际社会的封锁之下, 处境十分尴尬, 为了打破外交局面, 拉拢国民党, 成为了他们不得不考虑的选择。 当蒋介石到达苏联之后, 苏联共产党反倒开心了。 因为此次前来的虽然不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但恰恰由于蒋介石毫无背景, 反而可以拉拢他, 让他成为苏联在华的代言人。 是的, 你没看错, 大家印象中一直是欧美在华势力代表的蒋介石, 在一开始其实是苏联的押注对象。 对于这个时期的蒋介石来说, 有人愿意投资他, 他自然乐见其成。 此次访问之后, 鲍罗廷开始强推蒋介石上尉, 当黄埔军校还未建成之际, 他就向孙中山举荐由蒋介石来担任校长。 一开始, 孙中山考虑的是自己来出任校长, 或是由廖仲凯来当。 但是出于鲍罗廷的强力推荐, 加上苏联政府表示会给国民党武器援助, 孙中山这才同意让蒋介石去当黄埔的校长。 苏联方面帮助蒋介石上尉投桃报李, 蒋介石也把自己的大儿子蒋经国送去苏联。 只不过, 此举的意味究竟是交流还是质子就很值得玩味了。 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以后, 蒋介石深知机会来之不易, 他要好好把握。 于是, 每周的周一, 蒋介石都要在升旗仪式上来翻慷慨激昂的演讲, 来宣示自己革命的志向。 演讲中, 蒋介石大谈黄埔精神, 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蒋介石此举, 为他吸引到了不少黄埔学生的追随。 彼时的他们还很年轻, 不懂人心之莫测, 更何况蒋介石现在看起来的确就是一副革命家的模样。 当然, 在演讲中, 蒋介石也把自己的家乡口音带入其中, 黄埔也就渐渐变成了黄埔。 此后多年, 哪怕直到现在, 在新华字典中关于黄埔的读音, 也依旧是蒋介石的那个错误的读音。 不过, 既已入典, 又怎么能说他是错的呢? 有时候历史的巧合就是这样戏剧。 不过, 哪怕就是改掉了读音, 也没有改掉蒋介石那投机的本质。 二十多年后, 他被另一伙同样怀揣革命理想的人, 推翻他的蒋家王朝, 所谓历史服务不如此。 对于黄埔军校读音的由来, 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